让大家头痛的一inverse到底怎样开呢? 今天我们三分钟教会你开! 先登入Mindball Portal 点击这里 这里选择inverse 点击这里开始开发票啦 第一步,填写发票编号 系统会自动生成编号 您也可以自行填写发票号码 填写发票日期和时间 点击这里继续 第二步,填写买家与卖家资料 买家基本信息会自动显示 格子区需自行填写 接下来填写卖家资料 选择身份证类型和输入证件号码 输入Teen Number后点击这里认证 填写剩下的卖家基本资料 点击这里继续 第三步,填写售卖的项目 选择货币 然后点击Add Line 选择符合您的分类代码 一般上会常用Adders 022 填写服务或产品的详情 填写产品数量和选择计量单位 填写产品单价 总数会自动显示 这里都不是Composal填写的哦 点击Add Tax 选择Tax种类 如果没有Tax就选择Match Applicable 如果有Tax,选择Tax种类 填写税率后系统会自动计算 填写完毕后点击Next 如果要添加其他产品,点击Add Line 检查资料确保正确后,点击这里继续 这一页是关于付款周期、银行详情、收获地址等等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填写哦 点击这里继续 检查并确保所有的资料是正确的 点击这里继续 这里您需要再填写您的IC与密码 点击这里提交 提交后会收到Link 点击这里继续 您就能在这里查看到您提交的电子发票了 点击这里下载电子发票 您就能得到完整的电子发票啦